又来了 一人N过公屋L假扮有钱 这个作者就写了一堆东西出来 但是被人dislike 为什么呢 其实我又不是很认同他这个 一人N过公屋L假扮有钱 因为真的有些公屋L很L有钱 真是的 我当时第一个拍拖的女朋友 有个契妈住他对面也是公屋 他契妈有一间女傭公司 穷极都有限了 他老公是做政府公的 之后他们的家庭惨剧我就不说了 不过很多人公屋也有钱 左门右门 谁知道你有钱要收回你一人公屋 而且你不要说公屋L没钱 你计算有些住私楼 我当你一个月家庭三万元 你公楼公万五 二千元管理费 家庭收入只有万三 几个人花 但是有些人一家人可能找一万八元 他一人公屋三千元 他住公屋一家人一个月又是花万五 他怎会比你住私楼的那些 你说不是 我将来老了那块钱是我的 可以买卖物业 是 但是他一天不死那间公屋也是他的 其实差不多了 怎么说公屋的那些穷呢 我真的不明白了 这个作者就说 因为他有个朋友初中认识到现在 明明家里住那些旧式乐府邨 拿工援的 但是现在在新朋友面前 扮认有钱 出入坐Uber 又用Apple最新的Products 明明他以前家里很穷 出街也没钱 真的有这些人 没钱扮认有钱 认识不少了 前几年有些网红都是做这些东西的 外国有些网红甚至大陆很多 在园护 然后发现那些东西全部不是他的 有些是偷图的 就是猴子偷图 偷人家的图 偷人家的图扮自己有钱 圆了庫又会怎样呢 其实我也圆了庫 我试过 我以前有些女朋友也很有钱 曾经有一个女朋友有个标是努力士 那些钻石是彩色的 那只标是幻彩圈 接着说拿督的女儿有一只 歪门有一只 全香港第三只 以我所知有这种标的人 就是那吃的女人 我当时钻了льT Georgia 我都有圆庫 但是那些人不是我的 我的拍摄的心态就是 型、威 Noch 英雄主义 其实那根本是没有意思 那一要有这样的意思 我刚才想起 很傻 她有钱而已 那时我还不是窮 还有 一只标七八十万 没有拿来花 没有拿来盛 又不能用,又不能拿出街 只是打在手上,你拿出街的手七八十萬一刀被人剁掉 又是很難無謂的 我不知道,你說他的朋友要住那些舊式公屋拿中援 然後在人面前扮有錢是什麼心理 有些人就是要黏著有錢人 做那些上流寄生族 他明明沒錢的 他要扮得好男友 我有個朋友也是,我不管他看不看到 我不說誰 他認識很多有錢人,那些上市公司集團主席,真的有 他自己也有奸 但以我所知就是學學,他的朋友給他 我不知道他法律上有什麼事,他也是拿身份證做這些 他就說上市集團公司主席,但我又不覺得他真的很有錢 是啊 試過一次過多錢給我,過多了兩千元給我 要在哪裏,特意過來觀塘問我拿回 撐你的肺 但他出入一定是搭的士 整個感覺給人感覺上是很有錢的 他是疏爽的 但很多身邊的朋友都是 會跟我們這些叫做他的朋友說 有時候不能救他多少次 每次月尾一萬人量 他擺門就很有錢了 款式都有的 他認識的人也是有的 但他真的沒有的,我覺得他真的沒有的 那有些人就是要假裝有錢去貼上樓社會嘛 女兒的有些就是要假裝有錢 然後就嫁入豪門嘛 因為那些豪門不會選你那些太過窮的那些 你幾樣東西的 你正正常常OK啦 但如果真的太過寒酸呢 那些女生又覺得那些有錢人不會看得起自己啦 所以就假裝了 但是我想告訴你 如果女生是為這個目的去扮有錢人呢 就想嫁入豪門呢 我告訴你 是甚少會成功的 反而我告訴你 這個就真的是真人真事了 我的親生妹 她的外家也挺厲害的 但是她從來都不是那些扮有錢的女生 還要很腳踏實地的 最初在稅局做政府工那些 然後她不知道為什麼在政府工那裡又認識了一個 有些背景的男生在家裡 那個男生又很純的 就是我妹夫 他們之後就結婚了 我認識一些玄學東西的 我看過妹妹的名盤 老實說她又不是漂亮 你說她做人處世 肯定沒有我懸惑 但是她的命就是這樣 她就是遇到這麼加勢顯黑的人 基本上以我所知她的感情 過去全部都是有家底的 但不是她特意找的 這些是命來的 真是命來的 沒得說 我唯一看上去覺得她可取的就是她的皮膚白到反光 對 這些是好東西來的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有心計去扮有錢人去想入豪門 我看到也有 不是說沒有 但是很多有些做這行的年輕人或者做這行的女生 都會揹著那些 level袋 channel袋 那些 我不覺得她們真是吊到金龜 反而我又認識一個女生好得踏實 不會做這些事的 又是做這個圈的 有一次失戀 然後說 糟了 哭了 然後有個女生朋友說 介紹我有錢人給你認識 那時候越來越吹水 怎料出來真的 人家家又是好有錢 轉頭還結婚了 命運來的 你假裝也沒用的 其實很多人都說這個鋪人 其實 一街都是公屋婦戶的 你不要說公屋L辦有錢 有些住公屋真的好有錢 不要說住公屋 在街上黑食那個都隨時有錢過我 前幾天說過婆婆就是了 聽我媽媽說還有幾個例子 她說收機灣有些婆婆 她說兩個都是很淒涼的 她有一個撿紙皮 被的士剷死了 在收機外貿會對面 婆婆天天都推紙皮 一個交通意外被的士撞死了 之後才知道她的兒子 女兒全部都是醫生律師 家裡有很多物業 另外一個又是 說她肚子很大的肚腩 誰知道原來說裡面的肚腩全部都是銀紙 不知如何捲捲捲捲捲一大塊 總之 很多都是人富心窮的 有些人就說 你不要故意說公屋L辦有錢 其實住私樓 很多都是巴士小巴出入而已 還要天天看著時間下樓 那真是慘 他說就是了 你要供樓 你都沒有錢花 你當然要勒住勒住的啦 有物業的業主 你又不捨得花錢 他的子女又不捨得給零用錢 大家就住在一個C樓 都是三四八尺 你住公屋也是三四八尺 但一個就住一個可以花錢的生活 一個就住住幾尺坪的生活 對呀香港是這麼傻刑的 這個就說出了幾個了 他說一 他說港女 買過萬的袋就狂報IG 他說有錢人一定不會這樣拍 以我所知其實 我認識有些有錢人 他們不是沒有錢 但他照買A貨 他買一個真的 放在家裡 他買A貨藍出街也有 我以前有個女朋友有個媽媽 那些阿姨全部都是這樣 超級有錢的 超級有錢的 我又認識有些人 我不知道他的錶是堅還是流 他又戴錶 有人說他的錶是有料的 好像講到三四十萬而已 但我又不覺得他可以戴三四十萬的錶出街 所以其實 這些是自信心問題的 你說買袋拍照的 戴露出街的 你瘋瘋瘋的 你自己有名譽地位的 你戴露的 戴假的 像何鴻生的戴假的 你也不會說他會流的 但你普通有個MK仔 你戴一隻錶 說到款式多少萬 神經病的 你真的人家就當你流的 你最後知道了什麼呢? 你最後就知道了 那些亡命之徒 斬了你的手 拿了你的錶 然後才去看那隻錶 堅定流 對你有什麼好處呢? 這個行為你也不肯贏 你真的有錢 你留點錢拿來買房子 傻的 他說第二 就是那些公屋仔 他駕駛的十幾年N手的Benz 或者是BMW 他兩體啦 你說他 假裝有錢啊? 十幾年N年 那其實你 有的那些車你也知道 那些款不是新款啦 但是你說公屋仔開車是不是假裝呢? 那別人不用供樓嘛 大哥 對不對? 那他有公屋 他有資格養車 是啊 反而有些住私樓 真的要搭小巴巴士 真的慘 他說第三 他說港地點 住在愛民村 就說自己住在韓文田 挺好笑的 真的有這些人 有的 其實是一樣而已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但是聽到一個朋友說 其實你公屋和私樓 或者是居屋最大的分別就是 你公屋你不知道你隔壁住什麼人 那我的朋友有心理陰影的 他就說 因為他小時候住 他說有一戶 有個瘋子拿刀出來鏗鐵閘的 他就馬上叫房署搬走他們 但是我覺得這些就看自己好不幸 是啊 我也是住公屋大的 我也有遇過這些瘋子的 也不少一點 為什麼香港這麼多這些問題呢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呢 但是私樓是不是確保有沒有瘋子的人呢 是公屋特別多還是私樓完全沒有呢 這個真的問問你們 因為我是除了在公屋之外 沒有遇過一些瘋子的住客在附近 公屋就經常聽到有 旁邊的座樓也有 是啊 然後有些就說 有些住公屋的那些 怎麼扮有錢呢 出些鋪啊 又飛了 他們就說 你要你廉航你就收了 真真正正的有錢人 是的 有些真的不是商務就頭等的 飛來飛去都不是什麼有錢的舉動 其實 好像我這樣 我遲些就女居了 你說遲些開關的 我是女居的 但是我不會覺得我是有錢人 只不過是我的工作去到哪裡都可以做的 你說正常人可以到處飛 我又不見得真的特別有錢 之前空姐那些很多空姐都是這樣 當然 不乏很多港女港仔是做這些事的 在機場打卡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錢 但是你說去過旅行也不是很多錢而已 幾千元一個月而已 另外 他就說別人訂普通酒店 那些人就會串人 住一間好一點的 真的有這些人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真的沒有錢才這樣串人 那些人是你跟他分享某些東西的時候 他就說 屁好心理啦 買好一點點啦 其實我覺得 關你什麼事呢 我說出來就是想告訴你 值得嘛 便宜的嘛 譬如我 那時候說自己只有一雙鞋子而已 我雙鞋子很漂亮 但也不夠兩塊水 這樣飄馬的嘛 我想分享告訴你 值得啊 但是可能有些人的焦點就是 叫幾十歲人好心理啦 做健身穿西裝都是同一雙鞋子 我就是想告訴你 我穿同一雙鞋子 因為他方便實用嘛 但是總是有些人走來批鬥 你分享出來的東西 是啊 另外呢 他就說有些女兒自己住公屋 找兒子就一定要住私樓 別人住公屋就騷也不騷 這個不是假扮有錢 這個是良琴摘木而妻而已 家琴那個琴 其實 其實也不可以怪人的 人網高處而已 人網高處而已 這些情況在香港發生得最普遍的啦 香港在大家的大圍心目中 又覺得買樓是這麼難的 有些人是急功近利的嘛 跟你死眨死捱 遲些都可以有自己的居所的 條條大路通羅馬嘛 但是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羅馬嘛 有些人是現成的嘛 要選擇 是啊 所以就說如果你暫時沒有這個錢 女兒因為這樣飛了你 隨便啦 有它啦 你過五年你賺個小就五年了 你過十年賺個小就十五年了 是啊 女人不是很擅長的 所以在這方面如果試過被女兒這樣飛了 又不用太傷心了 所以我有一個愛情節目曾經說過 你有錢 你沒錢不要緊啊 你知不知道你沒錢你只可以混混那些二十五歲以下的小女兒 是啊 有些女人過了二十五歲就會想 哎呀我以後會怎樣呢 哎呀屌啊 那間屋都沒有啊 難道跟你爸爸一起屈住一間公屋嗎 什麼什麼什麼 很多的嘛 是吧 有些現在就更年輕化啦 有些說到 二十一歲就說吹 貼過Sugar Daddy 肥叔叔那些 哎呀真是良琴雜目而妻 那人國有志就不要管人啦 那有人就說 他就不支持標籤所有人的 他說為什麼公屋就不可以用蘋果呢 拆頭就不可以出街呢 平空就不可以戴bra呢 所以就想問這個樓主 其實你這個人有多完美啊 我覺得他講得也對的 真的不要標籤所有人 公屋又不是說不可以用蘋果的 不過如果你家裡住四個人 一個用蘋果 其實可以劏開幾部手機來用而已 是啊 然後他說拆頭就不可以出街 那肯定不是啦 這是一個比喻而已 但是有些人真的這麼壞的嘛 你什麼樣子就不要出來襯啦 是有些人的嘛 有時候覺得是一些社會問題 我也鼓勵拿出來聊聊聊聊聊 雜思廣益嘛 是啊 沒什麼所謂的 哈哈 有人回應了 他說其實見人一鋪名牌 就知道一定是窮人來的了 他說有錢人當這些是普通東西而已 你買U記 你會不會特意鋪U記啊 如果那件衣服很有趣啊 我會的 或者穿到我的身材很漂亮 我會的 我想我也是窮人性格的 因為那時候認識一個有錢女朋友 他給了一個袋子我背上班了 那個袋子是張國榮1983年 不知道做哪一套電視劇的同款 我也有貼上IG的 哈哈哈哈 但不是假裝有錢啊 我是 我是什麼都拍的嘛 是啊 但是真的有區榮心的 事實上真的有的 那時候有一個節目就說 一個女人 日本有一個女孩子 給了一些名牌手袋啊 給了一些貴的東西 給他穿了名牌 之後他的人開始打扮自己 將自己再升級 見他還沒拿名牌 跟他拿了名牌之後 整個樣子整個氣場是不同的 人是靠衣裝的嘛 當然你說你道行高的 去到某個彈數的就不管這些東西了 好像我這樣 我依然是周圍告訴別人 我現在只是一對鞋而已 是啊 189元飄馬 穿西裝也是他 做健身也是他 但我接下來是會買新鞋 因為那雙鞋已經被我穿爛了 穿了七、八個月 又可以買新鞋了 是啊 我現在就不是窮人性格了 我現在什麼都無所謂了 我覺得我舒服就好了 不知道多自在 都不用理人怎麼看 我就分享我舒服的生活方式給大家聽 我又沒有需要炫耀 我炫耀就是我覺得自己 在我腳那一部分 我兩塊水內已經搞定了 你還想怎樣 通常人家那些銷售你保險也好 銷售你什麼計劃、儲蓄也好 都是告訴你 你用最少的錢 做最多的東西嘛 我現在 將這件事告訴別人 我用190元 都不用 就買了一雙鞋子 所有的場合 只穿了一雙鞋 但依然是被人批鬥的 為什麼你不去批鬥一下 那些叫你省錢的計劃呢 叫你省錢的儲蓄計劃呢 是不是 其實概念是一樣的 買貴的東西 你穿好東西是你的事嘛 每個人的生活方式都不同 如果我買了一件 我覺得它不值錢的東西 我會覺得 很笨蛋 是不是 這個就是我的心態 這個就是我的心態 這就是我的心態 這就是我的心態 谢谢观看